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位于哥斯达尼加以北 又在红都拉斯和萨尔亚多以南的尼加拉瓜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吸引到王志文牧师会去呢 我们就要来听听王志文牧师和我们讲一下 在节目的下半部 还会有方智慧牧师和我们分享巴拿马的见闻 好 我们先听王志文牧师讲他们的故事 2014年 神给我的感动 我想带一班比较年轻的大兄姊妹去经历一下 断宣 当中我在2014年之前 我在教会去盛装箱子 然后将它传至中南美洲或者非洲的国家 我们在这里盛装箱子之后 我们都不是很清楚那些箱子去到哪里 我们都想亲身经历去派那些箱子 但是同时我又对一件事很有负担 就是其实这个世界有很多人没有干净的水饮 所以2014年那个尼加拉瓜旅行是有两个目的 第一就是我们去帮一个村落去建一些泪水器 第二个目的就是我们一起去派发那些鞋盒 礼物鞋盒将福音传开 我带领十几个年轻人一起去 我们初初做招募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点担心的 因为去做泪水器 其实是正式来说 其实就是做好像地盘工人那样 其实你去到做沙泥的工作 去建一个泪水器 我们会派发一些泪水器 我们会加房 当中是一种比较辛苦的工作 我们是8月份去的 实在是一个很热的地方 是非常非常热的地方 跟新加坡差不多 我们去到十几天的旅程 我们大约有七至八天去建一个泪水器 去到那个地方 我们先前都知道 当地是很简陋的 是很简陋的 他们已经尽量安排一些比较好的住宿给我们 我记得第一晚去到的时候 我记得就是我们吹头 已经是多过一个吹头 整间旅馆停电了 把床中间是凹凹的 是很淋的 我们洗澡的水是不去的 有时会overflow 这就是我们居住的情况 但原来对于当地人来说 我们居住的旅店 已经是五星级酒店 想象当地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是 整班弟兄姊妹都没有投诉 我们每一晚回去都睡得很好 现在实在是太累了 他带我们去到当中去看的时候 就是看他们喝的是什么水 我看到那些水 其实我心里是很不安的 就是很黄 很绿 就算有人为他开了个井 原来他们是没有一个卫生知识 他们是没有 不知怎样去保持卫生 所以那些井很多时候污染了 污染了 污染了 他们就说 那些水就是 就这样去喝的了 不怪之 他们说当地的人 三十多岁 有些已经开始有肾病 因为水实在太过污染 我们的组织 其实是去经历一下 我们就帮不了太多 唯一是 唯有靠本地的组织 一直跟他们建造 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去 建造一些水泥水器 他说一条河 就是上游和下游 洗澡也是他 饮用的也是他 很多人就是没有干净水泥 我们就经历到这件事 或者过程告诉大家 我们去做什么 去到他们的组织 我们就会认识那帮穿落的人 因为他们整个project是这样的 他们不是说我给你 不是我给你一个泥水器 而是他会去到村落 就问 你想不想用干净水泥 他说想 如果想的话 我知道你没有钱 但你可否付出努力 付出人力 叫他派一些代表来 就跟我们 整个组织 一起建造这个泥水器 这是他们要给出的 应许 我们去到 就去认识当地村落的人 认识了 接着就开始做事了 其实是做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泥水器 其实不是用电的 泥水器 技术科技 就是靠砂石 很奇妙的 靠砂石 不用换浸泥 不用换泥心 就可以泥水 砂石 有些粗砂 有些中粗砂 有些幼砂 其中一个工作 我们有一班是女性的 女的年轻人 其实就在做西石的工作 西一些粗的 西一些幼的 如果你看照片 你就会感觉到 其实就好像做 沙石工人 那样的泥沙 这是其中一个工作 另外就是 我们做一个石屎的帽 就是那个泥水器 那男的比较大力一点 有些女的都做的 就是去混运图 然后倒入帽子 做一个泥水器 一个泥水器 有一个石屎 再倒一些沙 那就差不多完成了 那 那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但是就需要很努力的工作 那我们就有些人负责 油油 由蓝色的 做到去做好 做完之后 另外一个工序 就是我们要负责去 把整个泥水器 去传递到家庭的当中 教他们怎样用 那我们都经历过的 那他们 传递泥水器 就是 你想想可能会有个 pick up truck pick up truck 是有的 但是也有用码 去把泥水器 运过去的 那去到一个家庭的当中 我们就将泥水给他们 那我们就为他们祈祷 那这个是未完的 那教了他们怎样用之后 过了两三个月 我们就不在那里了 当地的组织会继续 去monitor 去看一下他们用成怎样 那也是将福音去传给他们 就是我们知道 耶稣才是那个活水 就是虽然我们解释了它 phesically 喝干净水 但是我们知道耶稣才是活水 那我们就将福音去传开 另外一个就是教育 原来当地的环境 我去到一个家庭 就是为何说水污染得那么重要呢 水有个水井 可能附近就有些鸡鸡鸡鸡 那些家禽走来走去 到处去就有排泄 分辨 所以整个环境是很骯髒的 所以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但是我有机会和一个村长 就是村长去聊天 我就问 我经过翻译完 我就问 你为何你愿意来到这个当中呢 他说他感受到有人关心他们 他感受到那种爱 我很愿意去参与整建的事情 当然他当然是想他的村长能够有干净水饮 但他主要是感受到我们的群组 即当地的群组对他的爱 所以他愿意去参与 我们另外一个工作就是 他建立了厕所 英文叫Latrine 厕所 厕所 厕所是很简陋的 如何建立呢? 就是在他的家的外面 随便找一个地方 掘一个大约一至两米深的 大约我估计是三尺乘三尺的正方形 那个形状就是一至两米 即六七尺深的坑 我们就负负挖坑 我们其中另一个工作 就是做一块石屎板 中间就有一个三尺 长三尺阔的洞 挖完洞之后 就把石屎板放进去 即是有一个洞 接着再放那种石屎做的座廁 它就叫做Latrine 接着做完之后 就有几块板围住 这个就是他们去的厕所 可能你会觉得问 这些这样的东西他都没有 这些就是这样的东西他都没有 所以去厕所 其实是四处去的 看到有什么地方就去 所以令到水很容易污染 很容易受到污染 所以我们另外一个事工 就是帮他们起厕所 我记得当日中午 其实他们最热的时间 是早上30点 我们九点几十点就去到的当中 我们有一些弟兄去 他们帮他们挖洞 他们做完之后 他们回到我们的主要地 即是当中的 去吃饭 我见到有几个弟兄 平时很多东西说 还有他们吃很多东西 平时 但是那天 他们吃不到东西 说不到东西 即不是说很多东西 我发觉有点不妥 然后我就发觉 原来他们有轻微中暑 轻微中暑 因为原来在四十几度的天气之下 在一个洞里面 挖洞是很热的 我们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他们下午就让他们休息 实在不容易 做这些工作 过了几天之后 然后那间洞里面的厕所 就完了 我们就 整个团人一起去 去将最后那个 用石屎做的厕所 擠到面上 就成了整个厕所 那女主人 就来到收货 收厕所 接着她就哭得很厉害 因为我想她老公离起了她 她只是一个人撑着整个家 当我们给她一个厕所的时候 她很感动 添人是很大的冲击 一个厕所 即是一定有的 但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gift 是一个礼物 令到她未来的生活 会更加会比较方便 令到她未来的卫生环境 会更加好 我记得当日 我们整班的弟兄姊妹 都很激动 激动 干净水 不仅是 建立一个 泪水器那麽简单 干净水是一个 教育 甚至是一个厕所 给予一个water filter 我当日为他们祈祷 我们给他拍了一幅相 就是他坐在 那个新的厕所上面 就笑得很开心 即是给我们很大的 很大的impact 在北美当中 完全猜不到这件事 但在那裏就看到 原来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的需要 虽然那个厕所应该 就给他用几年 因为他们不是那些抽水厕所 只不过 挖了一个六七尺的洞 他一路感受到圆了 便封了 然后在第二个位置 随时又建立一个新的 但在未来这几年 他们应该有一个好的厕所 去用 这个是 让我看到他们的需要 我知道很多的 其实很多的机构 是做关于做水的工作 我选择这个团队 因为这个团队 是不但只做水的工作 而是一个从水的工作 从而带入福音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主耶稣 是活水江河 我们去到那个site 去做事的时候 有一个女士 是帮忙煮饭给我们吃的 其实Nicaragua吃的东西是什么 吃什么呢 她们每天都吃 beam and rice 饭和豆 每一餐都是饭和豆 这个女人 就负责煮午餐 晚餐 就给我们去吃的 我后来过了几天 就发觉 他原来还没有信耶稣 只不过他觉得 这帮人是一个不错的人 他愿意来帮忙 到我们的组织 到最后走的时候 他就很好客 因为他也算是在村落 比较富裕 他就很好客 邀请我们 整个组织一起去到家 我们就说 不如去到家 不如我们搞个报道会 他邀请了很多村民来到 去听道 我就用耶稣在井旁 遇到撒马利亚人的故事 当有一个撒马利亚人去拿水 耶稣就说他口渴 当中有很多对话 那妇人就去 耶稣口渴给水喝 但耶稣深度说到 人会喝水 最后都会口渴 但最后 我就是那个活水 渴我的水 永远不渴 我将这个信息 带给当地的村民 因为他们没有干净水喝 你要明白 当没有干净水喝的时候 有干净水喝是一种很大的跳躍 在北美很难经历到 但那个跳躍令到他很喜乐 我信息就告诉他 其实神所为他们预备的 是多于那个喜乐 是那个喜乐 是好像活水江河涌流的当中 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 但是你要喝过 才能够经历那种活水江河 喝过才能够经历到 耶稣基督所给你的喜乐 看着一杯水 我当时说 看着一杯水 你不会感觉到 一杯水能够给你些什么 但唯有你喝过一杯水 就知道水真的好 因为他们当地的人 受过那个阶段的恩惠和服侍 得到那杯水喝 我将他带去说 耶稣给的那杯水是更好的 而那个是永远不渴的 我们可能有一天会走 但耶稣是永远不会走 耶稣是永远陪你 在一起 所有水都是暂时 但耶稣的活水是永远不停 永远不停 永远不停 定义缺心见数 我见他首诗恩典 又听到他鼓励 当我每次寻求他 他必再伴 耶稣 基督耶稣 更已走开得适 路上同行 十姓世间 侧经作不完整 耶稣 基督耶稣 下次永生交情 若问怎么知他永远 我心甘听见者 我记得说完课心信息 我说有谁愿意信耶稣的时候 就出来前面 其实我心里面在想那个女人 因为其他女人都不认识 如果你愿意出来就好了 我心里面在想 但是没有人出来 只有一只鸡出来 因为你刚才说过 每一家都有很多鸡鸡鸭 搞到很温馨 但很可笑的场面 但是结束了聚会之后 那个女人走过去 一个讲英语的其中一个 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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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试试过 我们有唱西班牙文 有唱广东话 大家都听不明白大家 每一天他们煮东西给我吃 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煮什么东西给他们吃 那煮什么好呢 那我们就想想 不如煮饺子 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吃豆和饭 给一些新鸡饺子 饺子要滚皮 我发觉我们没有那个滚 他们从来没吃过饺子 又没有那个滚 那我们怎么滚呢 我最后就用我们水瓶 装满上去滚 但都不够重 所以我们后来 饺子的皮很厚 因为滚不到薄 但是他们很喜欢吃饺子 他们吃得很开心 我们好像成家人 大家不知为什么 在主里面一家 就很开心 说回那个女士 那个女士到临走的时候 透过翻译完跟我说 她说 你永远是我的牧者 You will always be my past 我心里很激动 当地的人 就是这么能够接待福音 她经历到那种爱 经历到那种关心的时候 她愿意打开她的心门 去接受耶稣 我的短孙旅程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水 另一个部分就是派发鞋盒 派发鞋盒当中 我在里面是第二次去的 但每一次我都有同一个感受 每年十一月在我们教会 就会去收集圣诞礼物鞋盒 鞋盒 鞋盒就经过一个机构 就会去到派发一些需要的国家当中 派发鞋盒 就不是我们拍门去派发的 而是机构就会跟当地的教会去合作 跟当地的教会合作 就是去举办一些叫做鞋盒的派对 鞋盒派对就邀请那些小孩 就来到当中 有一个开心的下午或者上午 有一个有玩、有吃 到最后就会把鞋盒 就派发给那些小孩 一定是最后的 一开始就是跟他们玩一层 一起有些snack 吃东西 有一个短短的分音的讯息 接着就说 因为耶稣爱你 我们派鞋盒给你 我们来收集鞋盒 也很鼓励弟兄姊妹 就写一些字下去 就是一些金句也好 或者说耶稣爱你也好 写什么文都不要紧 通常是英文 但是我们当地收集的 通常不是西班牙文 西班牙文 就是法文 很少是英文的国家 收鞋盒当中 或者是我们夹鞋盒当中 有些人就问 我都不认识那个人 我们怎样知道 别人收那个需求是什么 我们很相信圣灵的工作 神就会把一个最适合的鞋盒 给另外一个很需要的人 很match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会跟他们玩 我跟他们踢球 一个男生 我跟他们踢球 很厉害的踢球 我就不够他踢 因为他小孩 他很好气 不够他 真的很厉害 后来我经过翻译员 跟他们一起聊天 他说我是校队 好好好 然后我们有二三十个小孩 玩完了 然后就派鞋盒 逐个逐个派 派到他们的时候 一起开鞋盒 一开鞋盒 原来里面是个球 我每次讲这个故事 人们就问 那个球怎么在鞋盒上 那个匹鞋盒的人 就把球拒绝了 即是已经没有气了 然后就送了个派鞋盒给他 我看到那个小孩 立刻笑得很开心 然后他告诉我 其实我从来未拥有过一个球 从来未拥有过一个球 那一刻我很感动 神啊你真的很奇妙 在二三十个鞋盒当中 是没有一个鞋盒有个球 他唯有那个鞋盒 是有个球 所以我经历了之后 我每一次都跟顶姊妹分享 我说 你祈祷吧 当你配鞋盒的时候 你祈祷吧 神会把最适合的鞋盒 给当地的人 有些人就说 不如给钱吧 给钱直接一点 给鞋盒盒来盒去 但是我每一次 在Liquel Agua都经历到就是 当那小孩打开一个实质的鞋盒 去到的时候打开 他感受到就是说 原来远方有一个爱他的人 是亲手为他送鞋盒给他的时候 当中是给钱 然后透过机构去给鞋盒 给礼物是有不同的 我不是说其他事情不好 但是真的有不同 他说为什么 心目中他们会问 为什么那么远的人 你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 你会给这件事给我呢 在Liquel Agua有一次 当中打了一个鞋盒 当中是有封信 我相信是英文的 那小孩是说西班牙的不认识 我有一个当地的翻译员 跟我们翻译 就把字句告诉他 耶稣爱你 我为你精心预备这个礼物 希望你喜欢 那小孩很开心 然后就玩了 我回来之后 那封信我就拍了一张照片 那封信是由他的联络地址 有电邮的 我跟小孩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就把一张照片 电邮给Pekker俠那个人 他心里告诉我 他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家 他说他不断 每一年都Pekker俠送给人 他说这次是我第一次收回的回应 其实我们不预期收回应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施给受禁为有福 收回应是一个 bonus 其实他收到电邮的时候 他已经在预备 一百个鞋盒去到 每一个鞋盒是一个福音的机会 我们当中我们经历到就是 那群小孩经历到爱 经历到又是远方 就去送那群鞋盒给他 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 我每一次都将这个经历 是告诉我们这里的大兄姊妹 我盼望就是 这个经历都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是说 只要我们是付出的时候 神会用那些事情或者事物 能够祝福其他人 有另一个故事就是 有一次我跟他玩完之后 他弄了 损了 但是收到礼物之后 他打开鞋盒 他第一次见到就是胶布 神的很奇妙的工作 我又试过打开一个鞋盒 就是跟小孩打开一个鞋盒 是一顶冷毛 通常我们鞋盒去的国家 都是中南美洲、非洲 我相信是一个热的国家 有些人都问我 特别说 那里是什么天气的 夏天还是冬天的 我通常都回答 神感动 你拍什么就拍什么 我很记得 那个女孩打开 那时候是在Liquara 是三十多四十多 她打开鞋盒 拿起一个冷毛 她很开心戴着它 因为有很多更加贫穷的人 她是住山上的 在山上晚上是冬的 所以当那些弟兄姊妹问我 我可不可以吃冬天的东西 我说随着神的感动给你 因为我见过 什么事都发生过 所以我每年 我们教会 我做了差不多六七年的鞋盒工作 我们每年 我们的教会都收到 几千个鞋盒 我们是很兴奋 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我相信 我们用英文的就是 One shoe box One gospel opportunity 每一个客户都有福音的机会 不但和那些弟弟传福音 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 那些弟弟信了耶稣之后 她回教会 她的父母还没信耶稣 但因为那些小女孩 很经历了神的爱 她不断叫她爹地妈咪 不断叫她爹地妈咪回教会 这个见证是她的父母说的 她的见证不是那些小女孩说的 她的见证是她的父母说的 我都是因为我女孩太烦 太有热情 我跟她回一次 突然回教会后 原来真的经历了神 当中那种爱 然后她自己相信耶稣 这是我亲耳听的见证 这海天一声 尋令你的忠意 全是你的所谓 令我满心惊慰 但我细心惊慰 再借上主属天的美景 尚有美得之地 人在四海漂泊 无命永生居所 无命永生居所 千万我知 在风中 游人与打算 其实当地的组织 是接待了很多北美 不同的队伍去到当中 而我们那一队是第一队 中国人 第一队 其实都是差不多 吃的东西 虽然她吃饭 我们也吃饭 但是都是差不多 所以他们很珍惜我们 神给我的感动 就是说 我们是主来一家 不如我们一起去领盛餐 那我们一队人 已经是从村落走了 那时已回到城市中心 当中经过一个火山 在火山当中 在看到火山的公园当中 我们一起领盛餐 我的经历就是 我第一次领盛餐 是用可乐 找到都找不到葡萄汁 那我们就用Cocacola 做一个盛餐 我希望主可以明白 但是我们当领盛餐的时候 我们感觉到我们真的是一家人 感觉到就是 虽然我们将会离开他们 但是那种感情 他们说他们永远记得 因为我们始终是我们第一队的中国人 去到的当中 和他们一起的作供 一起的服侍 当地的地区 每个星期都由城市去进去 去服侍村落 去建雷水器 他在星期间出来 才能够跟家人一起 有时可能两个星期才出来 有些是兼职的传道人 但是他全职就是做泥水工作 去建雷水器 他们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家人 但是他愿意 为福音的缘故去摆照 当我回来之后 2014年回来之后 我对干净水 是有很大的感动 但是我知道 我不可以每一年 都带一队 去做这个水的工作 因为其实都是昂贵的 可能要四千元起码 去一次大约一个星期的旅程 其实每一年 联合国都有个叫做 Global Water Day 在三月份 每一个人 是对水的重要 普遍 一个落后的国家 一个小孩 是要每一天 走六公里 先拿到水 我说拿到水 那些水不是干净的水 是拿到水 那些水 都未必是干净 但是每天 平均走六公里 走六公里 可能 我没有了去 一个多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没有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就少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去读书 没有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但他甚至有时候 可能他 skipped了 不上学 所以我参加一个 另一个机构的运动 就是去步行 去换醒 弟兄姊妹和朋友 一起去喂干净的水 那我们就去走六公里 当我们去走的时候 他们就不用走六公里 这个是每一个人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的 就是我走 你不用走 这个就是 看去年 神给我这个感动 所以我很感恩的 去年我们的教会 大约有一百人去参加 我都不是很尽力的 特意去 我们不是特意去很大 大约的去推荐这件事 但是神给我 教会有这个感动 就是有一百人的参加 原来当地的小孩子 他们走六公里 有时是走山路 托着水 看去年我们走六公里 它有一个挑战 就是你要托着两桶水 去上山 上完山走回来 那个山不是很高的 可能五六层很高 不是很高 是OK的 那我试 我的桶水是半桶水 不是整桶水 原来我上完之后 我取气取回十分钟 out of breath 真的没气 我经历到就是 原来我再想一下 他拿的水 就是当地的人 就是 我说当地的人 他拿的水 是不干净的水 那我们知道 多需要 多需要 在这里的人 多需要去帮助他们 无论是 在water filter 雷水是 挖井 教育 帮助他们 在学校 在一个大的water filter 雷水是给整个学校喝 是多需要这件事 所以我就盼望 多些人知道这件事 去帮助当地 所谓短孙 能够帮助我们 体验当地发生的事情 可能我们不是每年能够去 但当日去完之后 我们回来就问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回来了 我们还可以怎样去用祈祷 用爱 或者是用一些实质的方法 来帮助当地的人 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的需要 而这个需要不只是物质上 而是耶稣基督的爱 耶稣基督是可以透过不同的人 去帮助不同的群体 我想是我们怎样去参与 每一分的力量 神都会treasure 都会觉得是好的 不要觉得自己太渺小 我回来之后 其实最大的影响就是 我怎样可以继续服侍这个群体 而是不一定要我个人会在那里 我一直都在沉索这个问题 我想神开了路就是在2017年 让我看到有这个渠道 是可以帮助去换成朋友 换成弟兄姊妹 能够去看到那个干净水的需要 这个是我估计北美的人 很多人是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我们实在是太过富庶 打开水喉 有干净水泳 所以我的感动就是 这个世界很多人 在经历困难和挑战 可能各位听众在听的时候 你都在经历困难和挑战 它改变了我开始对每一个人的面孔 当我看到他的面孔的时候 我看不同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回来之后 有一次我讲到 讲关于一个基督教很 common 平常的特别就是盼望 但当我看到回众的时候 看到每一个面孔 我深信就是每一个人 无论你在贫困的国家 或者是富裕的国家 每一个人都在经历挑战 而当我们能够付出的时候 能够服侍的时候 我们是否应该去想想 我们如何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 服侍身边近或远的人 其实有得服侍是一个部分 有得服侍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 我希望每一个听到的 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当然我们服侍人的人 都可能生命当中遇到困难 但我深信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 能够给我们有力量 去跨越我们自己面对的困难 去服侍我们身边的人 不用过去成左将 突破心中那位场 要去困难首相 奔上快乐开心药 爱我振慈重当场 在那的空再路上 未怕高山和风雨 爱我振着盼望去欣赏 呼出彩河 神的敬爱 神的合彩 呼出彩河 将生命里的真传美 呼出彩河 神的敬爱 神的合彩 呼出彩河 尽生命里的真传美 满座 多谢王志文牧师 跟你说了 他和他的帖 去到尼加拉瓜 这个地方 所做到的工作 和他们的体见 干净的食水 固然是那里生活的人 他们生命的必需 但同时间 生命的活水 同样是他们的需要 我相信王志文牧师 和他们的帖 会很开心 看到他们能够有干净的食水 而同时他们更能够得着 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生命活水 接着我们有方志文牧师 和我们讲一下 他们去到巴拿马的行程 他们所看见的事与物 又是怎样的呢? 巴拿马这些地方 我相信大家听到的时候 就应该会记得起 有一条叫巴拿马的混河 其实巴拿马的混河 就是正正属于巴拿马 当地是属于中南美洲 其实那里的天气 都挺热的 有点像香港 还有很多的雨水在里面 当地是盛产一些借糖 所以当你去买一些白糖 借糖的时候 就是非常便宜 其实在这些地方里面 大大华华华 都居住了 差不多有20多万的华人在里面 其实在讲的时候 差不多有8多年的历史 中国人已经移居 在巴拿马这个城市里面 这些地方其实也不算差 如果你从香港来的时候 隐约记得六七十年代的香港 就有些类似 现在巴拿马的地方 当中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 很多的平房 但也有很多的贫民区 居住的地方 特别当我们去到当中的时候 我们最主要就是 去接触一些当地的移民 多地的华侨 这些华侨去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都是从中国大陆的 广东省的花刀园 去移居在他们里面 里面有些年轻的 有些年长 有些家庭移居在他们里面 为什么他们要走到这些地方 其实最重要就是一个的目的 就是希望找到出路 找到钱 其实当中也有很多的家庭 为什么要移民呢 其实希望他们很拼命地去赚钱之外 希望他们找到的钱的时候 就帮助到子女 特别去到美国的地方去读书 所以说他们大部分的华侨 都是有一个目的的就是 就是赚多些钱 在里面的时候 很多的华侨他们就做生意了 因为做生意 就比较容易 不同的途径可以赚多些钱 在里面就是因为他们单一个目标的时候 只想着赚钱 很多时候他们就疏忽了 他们家庭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夫妇的关系 子女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忽略了 没有将人际关系 家庭的关系 放在那个首位里面 另一方面我们都留意到 很多的华侨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安全感 因为当地的治安 又不是十分之好 偶尔都会听到 有些人持枪去打劫 或者甚至乎是商人 一方面收取安全感 另一方面 有些时候也都留意到 他们的人生的方向 都是很迷失的 他们的价值是建基于 能否赚到钱 能否开到一间店铺 有没有生意 所以他们对人的价值 对自我的价值 生命的方向 意义都是很缺乏 另一方面 我们跟一些华侨接触的时候 也都留意到 他们其实都是很缺乏外 因为他们只是专注于 搞好那档的生意 很多时候忽略了 在人际关系上 彼此的真诚 怎样的关心 怎样的去外 所以我们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都留意到他们 不单止内心没有平安 更加在生命里面 其实没有什么 我们称之为 人制间的那种爱 在里头 比较深刻的印象 我记得有一次 我们去到唐人街 去探访一些华侨 当中有一个华侨 我就去访问他 他跟我说 他大概五六点钟就开店了 开店开到 大概十点钟至十一点钟 就三铺 我就说 你工作也很长 你当然住在附近 这位老板就说 其实我不是 我住在货仓里头 我想到的时候 心里面有很大的触动 这位朋友其实是从温哥华移民去巴拿马 他希望能够在人生里面找到出路 谁不知我的感受就是 他从一个困局里面 只是走到另一个困局 他的人生只是一个 在一个丁方大概八零二百尺的铺位 一生好像 由星期一到星期日 由早上六点钟到夜晚 工作完了 连睡觉都在店里面 可以说 人生只是困在一个框框的里头 当时我很大力的触动 就将一张的单张 福音的单张 名字叫做出路 给那位朋友 他看了的时候 都有一些恶言 正正好像在说他自己的心声 在生命里面 他想寻找出路 但谁不知走进另一个困局的里头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有三方面 第一方面 真是去到的时候 能够协助当地的教会和宣教士 能够将福音去广传 所以我们去到当中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些街头的 个人的谈道 去探访一些家庭 我们都会有一些派单张 派报纸 希望一些的朋友 他们能够借着一些的单张 或者我们跟他们谈谈之间的时候 能够帮助到他们 能够去认识主耶稣基督 另一方面 我们都会帮助当地的教会 搞一些外展的活动 例如我们会帮助当地的教会 搞一些长者的健康的点查 另一方面 我们去到的时候 都会希望帮助到一些家庭 在儿童或者成人的上高 有不同的学习 特别是英文班 其实在里头我们发觉 去到当中的时候 不单止可以帮助到当地的教会 我们期盼能够去帮助当地的信徒 生命的里面能够去被建立 也都透过我们自己个人 一些生命的经历 希望能够去鼓励他们 和提醒他们 怎样做一个有生命力的基督徒 刚才都有提到 当很多的家庭 他们只是单一专注去赚钱的时候 忽略了他们夫妇和亲子的关系 我们去到的时候 希望能够帮助和提醒他们 夫妇之间要存在那种真爱 要彼此的去关心 赚钱只是其中生活的里面 我们需要去尽力的 但其实在人的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 我们家庭的关系 至为重要 我记得我们很多时候 去到的时候 我们都会特别去举办一些联合聚会 即是讲广东话的成人 和一班讲西文的本地的年轻人 我们会搞一些活动 一些周会 帮助他们之间 即是爸爸妈妈 怎样和子女能够坦诚的去沟通 怎样予彼此去欣赏 去相爱 那我们发觉 那些类型的亲子 或者夫妇关系的讲座 或者活动 是确实能够帮助到这些家庭 能够更加的和谐 其实在短孙的旅程里面 我们往往发觉到 我们和宣教士去接触的时候 我们所领受的 所体会的这班宣教士 他们的牺牲 他们的付出 其实对我们的生命 就有很大的影响 特别我们去到当地的时候 留意到一些宣教士 很多都是退休之后 才去到远方 重新学习当地的语言 以及你要去认识 当地的环境的状况 我往往看到这班宣教士 为了去帮助当地的华侨 生命里面找到出路 我发觉这班宣教士 确实为了这班华侨付出很多 以至我们当和那班宣教士 接触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被激励 我记得有一次 我和一队宣教士出外探访 探访的过程里面 当然很多时候都会遇到一些 所谓的闭门根 又或者那些人的不同的 不是很友善的对待 当我和那队宣教士去探访的时候 我留意到当他们面对一些拒绝 或者不是很欢迎他们去接触他们的时候 他们仍然带着那份的坚持 仍然带着那份的爱心 甚至乎有些时候都被人用一些 不是很礼貌的说话去说走的时候 他们仍然会愿意留在这些地方里面 继续服侍 特别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所以能够见到的果效不是那么明显 要不会灰心去坚持 围着一班华侨 围着一个工场 付上自己的体力 努力 金钱 心思 很多的爱心里面 他们在这个宣教工场的摆出 是对我很大的鼓励 很大的提醒 其实我们所做的都是有限的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去到当中的时候 做一些的松土 或者将人的心 一些的杂草 一些的石头去拿开 我觉得在参加短孙的过程里面 有三方面 我觉得是对短孙队来说 是很大的鼓励和提醒的 第一方面就是 其实我们参与的时候 真的确实在这个过程 短孙的过程里面 能够去见证和体验到 神的爱和那份作为 特别当我们去到巴拿马的时候 因为我们接触的 广东话的成人的会众 其实就不是很多的 教会的里面 一些年轻或者小朋友 也不是很多 大概差不多是七八年前 去的时候 好像是很暗淡 很灰的一个景象 但是当中看到 一班的宣教士 不同的短孙队 继续在工场里面 去坚持传福音 去造就当地教会的信徒 去鼓励他们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到参加短孙 去到帮助当中一些小朋友 或者一些少年人 去教他们的主学的时候 他们对我面部的表情 或者言语或者眼神 都不是带着一个很友善 或者很喜欢的状况 我好像作为一个牧者去到的时候 要令他们去受苦 这样的感觉 当然 之后的感受也不是太好 但是仍然在里面 带着一个盼望 带着一个讨告的心 去完成要宣讲的 要分享的 仍然每年都去到 在最近几年里面 那班当日的小朋友 和少年人 慢慢慢慢的长大 从一间只有几位的小朋友的教会 到今天有三十多四十位青少年人 和成年人的一间西语的教会 往往我发觉 所以确实在短孙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看到神的作为 我们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神都可以在里面去工作 另一方面 我觉得短孙的过程里面 就好像一个活动式的门徒训练课程一样 因为我们短孙队 很多时几位的特兴节目一起聚集 预备出短孙的时候 都要接受很多的很长时间的训练 很多的聚会的安排 大家要一起去商讨 去计划 去祈祷 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 如何彼此的去配搭 团友之间如何坦诚的去分享 又要去互补大家一些不足的地方 很多时甚至乎去到当地去宣教 或者去举办活动的时候 有些时候因为那个时间的安排 或者种种不同的原因 有些聚会 就算我们预备了几个月也好 因为那个环境的改变 或者新的发现里面 我们决定有些时候 甚至乎将整个的聚会去取消 改为另一些聚会 虽然都好像很痛心 好像所付出的努力 好像流之于水一样 但是在里面 看到大家当时去同心 为着同一个目标 为要帮助一班的华巧 去明白福音 往往我们在里面 就学习到如何倚靠神 如何团队之间 如何去配搭 真是好像一起学习 如何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觉得有一句圣经的说话 就很好的 正正的提醒我短孙的重要 和意义 其实在罗马书的十章十五节里面 就提到 报福音传起信的人 他们的脚中何等皆微 真实的 能够去参加短孙 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 能够去到短孙的工场里面 去见证神的奇妙作为 如何去改变人的心 如何去改变人的生命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 对短孙来说 一个的祝福 也是真的 往往我们去到的时候 去见证到很多的宣教士 他们的脚中 虽然很疲倦 虽然他们是付出很多不同的方面 但往往就是看到那些宣教士的生命 他们的脚中 确实是皆微 因为他们所传的福音 确实是给到人 在生命的里面 找到真正的出路 很多谢方牧师 跟我们说到他们在巴拿马的见闻 无论是黄牧师去到尼加拉瓜这个地方 甚至是方牧师去到的巴拿马 他们见到人深层的需要都是一样的 人活在世上 几十年很快就过去 人的生命是否就是几十年的牢碌 吃好点穿好点就算了 很拼望听众朋友 能够在人生里找到真正的活水 这份的丰富 是远超过我们要努力去得的东西 下次同路人的时间再见 拜拜 如果你想知道耶稣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 请打电话 416-788-3322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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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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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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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